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预计是在10月底 这个月底才会正式上市 比我们原本预期的今年底 稍微早了一点点 这台车目前在欧洲少数国家已经上市 但是以亚洲来说 这次国内总代理台湾马自达引进的速度 算是还蛮快 几乎可以说是跟日本同步 好 我们首先来聊一下 马自达这次推出CX30这个定位极具的设定 基本上它可以说简单说 就是介于过去国内在贩售的CX3 跟已经在贩售的CX5中间 再多了一个新的极具 那大家知道其实CX3是以马自达2为base 所衍生的一个跨界球率 那今天CX30 它则是以我们刚刚六月 国内台新发表的New Mazda 3为base 来衍生出来的跨界球率 所以整体来说 你可以说它是介于CX3 以及CX5中间的一个全新的极具 那看到CX30的外观 其实我觉得它的车头车尾 都有浓浓的新马三的味道 以车头来说它除了有LED的灯具之外 我觉得跟新马三不大一样的 就是在于保感下面左右两侧 它多了一条LED的日行灯 以及当你打下方向灯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方向灯的功能 另外CX30在外观上 从车头前轮拱门槛 一直到后轮拱 一直到后保感 它用了非常大面积的防刮材质的塑料的设计 证明它是一台跨界的CUV 那这台是在胎圈的配置部分 它配的是DLOOP SPACE P-SPOR MAX 050 TRAVIO 240的轮胎 尺码是215 55 18 那最后看到车尾 我觉得它跟新马三这个小尾翼 也算设计蛮类似的 但它的尾灯又多了一些立体的线条 而且从侧面看也多了一些内部的设计 比新马三看起来更精致 那在后行李箱的部分 我们把它打开看 那基本上这台是属于比较顶规豪华的 它有电动的尾门 那以数据上来说 它在五人座的情况下 后面有430公升的行李箱容量 那今天它也是BOSE旗舰版 所以后面有一些音响的器材 所以会稍微吃掉一些行李箱 下部的空间 再来看到车室内装的部分 其实坐进来你就会感觉到 其实跟New Mazda 所以几乎是一样的设计概念 但是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 它在一些皮质包覆 像是门市板上 以及侧边门的扶手 以及中央的群岛上的扶手 它用的是比较偏深蓝色的皮质 跟过去马自达车系用的这种 比较暗红这种深棕色的配置是完全不一样 印象中应该是第一次用这种蓝色 其实在驾驶界面周边 它也是三幅式的方向盘 上面也有看到主弯配备 我们刚刚有特别问一下原厂 基本上它跟New Mazda 3 一样的i-ActivSense的主弯 包含像是MRCC的跟车 以及像是55公里以下的车道维持 基本上功能都是一样 再往里面看仪表中间 这边也是一个7寸的数位仪表 前面的中控台上的音响屏幕 也是8.8寸的配置 跟新马3都一样 再往下看它有实体的空调按键 以及它的中导上 也是仔细看它的饰板 也是有一些林格文的细节的讲究 整个的宽度 我觉得尤其是扶手 不管是宽度以及这个长度 它的扶手也是可以滑移的 我觉得开起来 我觉得应该会比新马3更舒适 然后打开里面置物空间也都蛮大 我相信大家观众应该蛮关心 这台车后座空间的表现 那我先把门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那实际正去坐之前 我们先来补充几个 它的车身尺码规格给大家参考 那如果以CX30跟CX3 这两台车的尺码来比的话 这台车比CX3长了大概12公分左右 它已经来到4米4的车长 轴距它是2655mm 那也比CX3长了大概8公分 那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讲到 它的BASE底盘是以新马3为基础 但是它的轴距的设定 又比新马3稍微短了几公分 接着我们就来做它的实际空间表现给大家看 那实际坐到后座 刚刚前面我已经调了我180公分的坐姿 基本上膝部有一个拳头满余裕的膝部空间 头部也有一个拳头的头部空间 所以基本上这台车的后座 算是空间比CX3好很多 那再来也可以看到它有后座的独立的空调出风口 那基本上配置左右也都有Isofix 中间扶手放下来也有自卑架 那最后关于这台车的动力配置部分 虽然我们还没有拿到完整的规格 但基本上总的来说 它的首批车管还是会跟新马3一样 以SKYATIVE G的2.0直列四缸的自然进气动力为主 然后搭配六速的首自排变速箱 至于车型的售价部分 目前也还没有正式的数据 那我们来推估一下 它应该就是介于CX3以及CX5之间 我觉得如果是比较入门的低阶车款 它的建议售价应该也是接近百万之距 就跟之前的新马3的点规车型一样 那至于比较中高规的话 我觉得肯定会破百万 那我们看了一下 目前欧洲已经上市的国家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SKYATIVE G之外 也会有1.8D的柴油 以及X的 就是他们最新世代的点火控制的压燃点火引擎 不过初步还是以这一颗漆油引擎为主 那至于会不会有四轮传动的车型 我觉得以目前马自达车系来说 CX3是比较偏单身或者是情侣 或是比较年轻的夫妻 那这台车又介于在年龄大个5岁 也就是说你刚结婚或是你已经有了一个小baby 准备生第二个小孩的时候要开的车 那CX5则是可以有4到5人的家庭成员需求 那CX5其实已经有四轮传动的车型 CX3则是前轮传动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应该不大需要进到四轮传动的车型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Mazda CX30的新车预想会 我们报道到此结束 别忘了持续关注锁定我们车水马网频道 以及我心爱心中的粉专 拜拜